妝 再妝嘛 服裝 化妝 藥妝 洋妝 妝什麼最貴 大家都不免假 最貴的當然是妝潢囉 大家好 我是倩雲 今天要來跟你聊 怎麼妝 讓你最懂妝 歡迎你來到 妝潢設計的天地 戴爾設計的朱智峰設計師 朱設計師 你好 你好 倩雲 你知道現在不能出國嗎 是 我很多的日式的藥妝都斷貨了 我真的不要說我的感冒藥啦 還有我一個擦長眉毛很有效長睫毛的啦 反正 截牙膠 截牙膠就是那種日式 就是我以前都覺得不用買那麼多 反正我朋友常常飛日本會幫我帶回來 都斷貨了 那我知道朱設計師定期要去日本 就是精神糧食要補充一下 現在不能去 對啊 如果疫情過後 你有沒有最想去什麼地方 三大的都要去 三大是什麼意思 三大溫泉 假設三大夜景 三大溫泉有草莖啊 有馬下旅 特別是下旅溫泉 現在是我祈福縣 最最長可能未來常常要去的都是祈福縣 嗯 三大夜景 長期的夜景 神戶的夜景 跟韓館的夜景 韓館 都那麼有名 也有什麼三大祭典啊 你都想去 對 發火祭 這些對我來講都是一些能量的汲取 也有可能是回憶等等 你知道嗎 有氣質有內涵的人都是去這種地方 像我們這種就是藥妝店啊 喔是嗎 沙漏店 拉便 趕快補 要補貨你知道嗎 因為 就很想 對啊 因為真的疫情過後之後真的很想去 所以就讓我回想起 我們拍那個代觀山鳥屋書店那個空間的那個屋主 他推開家門一秒就到東京 所以我覺得 他也許也很愛去日本旅行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他不能去 但是他的居家空間至少可以 彌補他心中某一些的遺憾 我跟你講真的很 我覺得世界上什麼都是緣分 你知道你那個鳥屋書店那個屋主 很漂亮的很有氣質的那個女屋主 是 他是我FB的臉友 最重要的是 這麼有氣質的女生 我們都是同一個髮型設計師 欸 是什麼時候發現到的 有一次我去剪頭髮的時候 我的髮型設計師 因為他也是很有名的髮型設計師嘛 他跟我說 欸那個屋主也是我的客人 我才知道 喔 他現在搞不好 以後會點到這邊 聽到的時候 原來有氣質的女生 都會找一樣的髮型設計師 你們往自己眼上貼巾也捧的啊 沒有覺得緣分 有沒有覺得很有意思 那個鳥屋書店的書架上 聽說都擺滿了薄金包了 喔真的 然後你說都一格一格 我們擺書跟紙摘那個對不對 對對對 陸續取代當中 不會啊 好羨慕喔 真希望有一天你拍張照片 可以讓我批判一下 整片 我請拿牌好了 這個書牆上面是 各式各樣很難拿到的 薄金包 好很期待 那我也在FB上常看到 Juice的空間 除了我們現在已經做 居家裝潢啊 居家的空間 那之前看有做餐廳 後來發現 連日式的什麼貓旅舍啦 還有什麼小小的那個 鯛魚燒的那個小鋪子啊 甚至連日式的牙衣都做 牙衣日式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正要去會那個業主而已 這也是我們剛剛嘗試到的 就是說現在好像日式可以無上限 去那個叫什麼 什麼上綱 無限上綱 無限上綱 對 所以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有日式的診所 他為什麼自己強的 不是我強調 是他覺得他 他想要做一個日式的診所 牙衣診所 所以他就找上我們 那我也很好奇 正要去跟他聊聊什麼是 什麼是他心目中的日式 因為 呃 對我而言有 有的人 可能只是因為去過日本兩趟 他留下了一些小小的印象 他就覺得啊 日式是他的美好的一個記憶 但是有的人真的功力很深厚 他是用日本文化在跟我談的 我要做一個很正規的茶室 嗯 那我所以我為了這不同的 對日本有所喜好 有所好奇的課程 我也要去高高低低 上上下下 深深淺淺 做很多知識的 廣域的一些吸收 好所以基本上 這個日式的牙衣 嗯 他還沒有一個 非常貼近業主想法的一個概念出來 對不對 我自己在幻想的是 我能不能做到都要脫鞋子之間 欸對啊這我想問的 衛生問題 有沒有土間這個落城區這個概念 其實在日本有可能欸 嗯 因為我在日本看過醫生 是必須換他們的拖鞋進去到診間 進去到這個診所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特別是一些 牙衣我倒沒印象 我那時候是只是一個感冒 但是我就覺得他的問診的態度啦 或者清潔度用色 那些合理的事情 特別讓我覺得印象深刻 好那日式貓舍呢 貓舍我們圖面已經完成 但這個禮拜要跟他提案 他的 其實我把 我把貓當成人欸 所以就是我 所謂的貓日式貓舍在我的概念就是 貓旅館 貓旅館嘛 我要出去玩我就把它放在那邊住個五天嘛 對對對沒問題 我們有VIP room 有一般的雙人套房 喔OK 所以你用把貓當成人的概念 去做一間日式貓旅舍 我們竟然會很有氣氛喔 嗯哼 嗯會在一種類似在京都的那種 溫泉旅館的一種氣氛上 嗯 或者花見小路逛 逛那個小路的一些氣氛上 嗯 你會有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覺喔 對啊其實你看放眼望去 蠻多的寵物旅館 嗯 但是如果今天 嗯 住日式的 對 其實真的 我光拍照打卡上傳的按讚 就不知道多少個了 像這樣子的聯想都在於我的生活 日常生活之中的一些幻想 或者真的是經驗 嗯 你看嘛剛剛我們聊家賀屋 聊 聊這個 新野屋 類似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貓也可以享有這樣子的等級 嗯 的一種 住宿的經驗啊 而且主人可能捨得吧 捨得 應該捨得吧 捨得捨得 就是真的就是課程你會 老實說啦 我這樣的日式貓旅舍 我覺得我也不可能是多少多大的量 嗯 我就再紙再金 嗯 好啦來看一點那個目前外面都 是啊 完全還沒有公開過的 沒有公開過的 沒有曝光過的 哇這貓旅舍好可愛喔 3D圖 還沒渲染 會 會 自動的打開 而且我們經過消毒 還要洗手 還要洗手 然後這邊 貓要不要洗腳 貓要不要洗腳我不是很懂 要不要 貓自己會舔 哈哈哈哈 那這個動作需要攝影機 那這邊就是櫃台 而且這邊櫃台 並不是主要洽談的事情 嗯 還要再通過一道門 再進來 哦 再進到下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已經把那個洽談的空間 完全都低矮化了 嗯 完全是日式的一種標準的高度 OK 這個是它的洽談的區域 雖然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貓旅舍 就是如果你要出國或出去度假 哎呦 對啊 這還一般的標 這一般房 這標間而已 標間而已 還不是VIP VIP來了 我看VIP 哇好大了 哇賽 你看VIP的帳子很漂亮 對而且VIP的跳台好多街喔 而且吃飯是專門的有吃飯的區域耶 OK 而且它我們還是用日式的動作去交代這些事情 滑拉門 對啊滑拉門這樣子 然後可以上鎖 好厲害 它裡面有獨立的信風系統啊 空調啊 還有監視器 簡直就跟負壓隔離病房沒有什麼兩樣了嗎 沒錯 這麼講究 這個一碗聽說可以賣個三千多塊 寵物這樣來講很多了耶 一般是一千 我這樣講啊就是你去那一個動物醫院 如果你是要出國你在那動物醫院那個鐵籠子 好 一個晚上 嗯 你自己包吃包喝帶飼料來兩百 蛤 那我這樣 兩到五百 所以貓就跟人一樣啦 嗯 你到目前最熱門的古關 新野古關 一碗聽說兩三萬吧 對也是啦 所以你花個兩三千還好啦 還OK喔 我是覺得如果 嗯 有的人捨不得把貓放到旅社去的話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你如果做居家空間也可以找蛛蛛 蛛的日式裡面 你可以把貓咪所有想要的東西都放進去 嗯 對不對 慢慢的 慢慢的喔 跳台啦 他躲著洞啦 貓盜啦 全部都可以放到居家空間裡面 好 剛剛我們聊到你看 嗯 日本料理啦 居酒屋啦 居家空間日式的那種小宅啦 嗯 或者是那種度假的湯屋 你都做過了嗎 和風大宅也有 也有 新和風大宅也OK 但是還是有殘念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沒做到是你很想做的 有耶 日式還可以做什麼 去年差一點在北投談成一個 就是溫泉旅館 就真的是溫泉旅館 就是我們在日劇裡面 房型都畫好了 看到的那一種嗎 房型畫好的那一刻 疫情爆發 金主縮手 所以到現在還是在我的電腦裡面 沒關係啊 還有機會的啊 還在等等看 已經開始打疫苗啦 希望可以 應該OK 很快會過去的這個疫情 還有一個好像是養生 跟養生做SPA有關的 日式SPA的空間 可以說嗎 可以啊 六星級 喔 他找了我們 然後呢 可是最後有一點點落產 最後說請他們親戚做就好了 所以類似那樣子的日式可以做到療癒 做養生館或者做SPA 類似那樣子的我都還滿有興趣的 其實我想你剛講一個你快快帶過 可是我想要補充 我跟妳說真的要做日式這種東西 我說一點點比例一個小細節 你沒有做到那個味道就走掉了 所以也許親戚可以畫虎畫皮 我覺得難畫骨耶 對啦 那個骨就是你說你畫30分鐘的平面圖 可是你已經練了30年的功了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差一點會差很多耶 這個比較過的就知道了 對啊 好我有小道消息聽說 你接下來有一個要做日本官社修復的 這樣子計畫嗎 應該更精準的說 政府已經幫他修復完成了 他是一個村落 那是眷村 但是現在就是每一個希望 標下那個眷村官社的每一戶 去做生意的人 我們現在正在談這樣子的動作 也就是說進駐到那個官社裡面 你可以做你要做的生意 比方說賣小東西 冰淇淋 有可能 章魚燒 咖啡 或者任何的餐廳 你覺得義大利料理也可以 日式料理當然也可以 或者文創的小物等等 我想不到除了 除了你之外 還有誰可以做更厲害 因為這裡面的每一個 做每一個生意的這種種類 你幾乎都已經亂過了 商業空間我們是拿手的 對啊 但就是跟官社做 這樣子的交集我是第二次 嗯 第一次是跟新北市政府 在四年前有一個佈置案 他是淡水廳當初的 聽說是廳長 嗯 的一個官社 嗯 然後叫多田榮集 嗯 多田榮集 我應該沒記錯他的名字 對 當初是淡水廳的廳長 他留下了一個官社 那現在也是新北市政府正在管理 那他有 可以讓人家參觀 他整個就是和風的建築 嗯 我們當年參與的他裡面的佈置 軟件的案子 嗯 這一次是屏東 屏東那邊的案子 嗯 對 官社的修復 對整個非常壯觀 我第一 第二次到屏東 那那一片那麼大片的 所謂的眷層日式時代 留下來的木建築 讓我留下來非常大的印象 很期待耶 非常期待 很期待 那個如果幻化成影像的話 每一間都喜歡 對啊 應該很震撼喔 嗯 我記得我前一陣子經過那個 麗水街 嗯 是 我在我的腳趾第六根 第六感應 那邊有一排 很像我走在日本的那個街道的那個街景 在京都吧 對 是不是 我記得是五流手 五流手 串燒店 那朱舌的作品嗎 嗯 我們在他 真的是你的作品對不對 新的作品 原始的老店不是我們的設計 嗯 但是突然去年他找我 嗯 想要完成他們最最旁邊的一家店 嗯 就在那家總店的隔壁的隔壁 嗯 那他找我們去看的時候 他還在經營著火鍋店 嗯 而且是那種石頭火鍋 所以是也 我記得我記得 就是很一般的外觀的裝潢 我可以把名字講出來嗎 嗯 那個叫做灰哥 嗯 灰哥 灰鍋火鍋 對 光灰的灰 然後鍋物的鍋吧 啊 好像是講灰哥 然後商議他也不是說不好 只是他覺得應該要更好 嗯 既然要做就不要那麼做一個不太賺錢的行業 嗯 那他就考慮把他的五流手再進化成為一個VIP專用的五流手 嗯 因為五流手現在應該是被應該在台灣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所謂VIP就是招待那種天王歌后 對 可能也有些人想去 可是又礙於不想被別人看到的 哦不要被拍到 一種秘密場所 嗯嗯嗯 那能夠享受到他的串燒 所以他就把他定義為影 嗯 隱藏的影 無流手 隱 找我們做企劃設計 那更值得一提的是 他一排這個日式建築裡面 假設他最右邊是一號二號 嗯 那中間還有三號四號不是他們 嗯 那左邊呢是五號六號 嗯 所以他現在是一二有了 五六有了 所以一二五六都是同一個老闆 都是同一個老闆 OK 那三四是別人既有的 一個好像是影印店 一個好像是牛肉麵店 哦對對對 對然後由於他也有一定的外觀 嗯 所以他只要在花一點點錢 幫三號四號 做一點點外觀的改變的話 其實整條街會變成很漂亮 對啊 他有這個想法 那我就 花見小路的感覺 對我瞬間就把花見小路 這四個字亮起來了 哦 那在腦海裡燈就亮了 我說哇萬一我可以造街的話 嗯 這邊一定很好打卡 嗯 你知道現在很多餐飲界的老闆 我就說欸主持人 我東西不好吃 但是我可以打卡就好了 不是不好吃 差不多好吃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就是要有網美來打卡 這樣是你就可以好 我說我懂我懂我懂 這一定的 然後也當然是從著這個計畫 開始去做了 嗯 那心裡就一直也是 以這個 立水街 所以我那時候 POFB自己就 就把它命名為立水小路 嗯 深信我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場景 然後那時候還想說欸 一定要找倩宇來拍 嗯 把把這整條街的夜景 然後用軌道這樣滑過去 你如果找我去的話 整個立面大概有100公尺吧 你如果找我去的話 嗯 我就給他租和服 哈哈哈 我就輸那個日本一季頭 化那個白臉跟小紅唇 不然3號是3號 那兩間我們去談好了 哈哈哈 我就給你從那邊夜景 然後撐個小雨傘 踩著小木雞給你走過去 真的 哇好美喔 那已經是很難得 當然那邊已經也算是金華街啦 立水金華 大概都是一些也是日式宿舍群吧 台北市齊東街那附近 其實還是有一些 但是要那麼長的一條 一個段落很難 所以我的期待心非常的高 嗯 那很開心 大概兩個月前他們開幕了 嗯哼 所以有機會 有經過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去看看 拍照打卡 對拍照打卡 對 重點是影那邊 才是我們的設計喔 OK 如果你想要那個拍照打卡 更多按讚的話 就像我講的 嗯 畫白臉小紅唇 梳頭髮穿和服 撐小傘採木雞 哈哈哈 這樣走過去 你拍照照打卡 告訴別人說 我在日本 我跟你講 一定都會相信的 那如果是 我今天想要開一個什麼 鯛魚燒的小鋪 嗯 那我可能裡面 他那一間大概是十幾坪吧 呃 我那個單位應該有三十坪 喔三十坪喔 十幾坪的沒有 沒有 因為那個區域都是比較 星級的 匠官的 喔比較大 比較大 所以他們配到的都比較大 那不行 那我就不能做鯛魚燒 我覺得鯛魚燒太小 我要做日式鬆餅專賣店 喔沒問題 配咖啡什麼的 絕對會好 好那我問一下 我要準備多少裝潢費 裝潢費 目前我們其實在評估 嗯 小則三百 大則無上限保 小則三百 官司的是被整理好了 但是由於他有相當多的條件 也就是說你不得在他身上 亂敲亂釘 然後接電 很多規則 嗯哼 我因為本身我比較 所謂自由派的 我不是很喜歡 被一些規則給定死 嗯 那這次我也是鐵了心啊 就是準備跟這些規則奮戰到底 意思是說我認了 那我也要試試我自己 在這麼多規範裡面 我怎麼樣做出我的設計 嗯哼 以前當然都可以自由發揮啊 要釘就釘 要敲就敲 要打就打 這一次是不行的 都是木建筑 OK 碰都不能碰 也不能用明火 不能明火 不能明火 如果我想要做 呃在這邊開個棕榮店 很到位的日式的氛圍 是 裝潢 三百起跳囉 但我覺得還蠻合理 因為三十幾坪欸 三十幾坪 因為還有庭院啊 庭院啊 庭院就是他的兩三倍大 對啊你這些都要含進去 我覺得算合理欸 嗯 OK我覺得 今天跟主持人聊得很開心 是 然後我希望下次你來 我可以更仔細跟更具體的跟你聊 比方說你的日式貓履 跟日式牙醫 一定要 還有日式的什麼 我沒辦法想像的空間 真正的日式的美甲 我每次看到什麼日式美甲沙龍 大家的focus是放在 可能工法做美甲的工法 我期待的是空間 空間 主持人下次再來 就可以具體的帶這些空間 到底是什麼樣的設計美感 來告訴我們 也請 聽眾朋友多多給我們機會囉 OK好 我們大夢想家 你可以 在YouTube上 搜尋到頻道 也可以上大夢想家的官網 我們期待再跟主持人來聊天囉 好的